好 讲数据建模 就是我们的用户心意到底是怎么存储的 好 先是回复就是我们回复一下 我们之前数据建模的一个设计是怎么样的 我们拿回来再一遍一遍的看 直至把这个东西又做会了又看懂了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然后最后是这个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回复完就是发生之后 我们看明白了之后 我们就直接去开干就行了 直接去写代码就行了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过我们的技术方案里面 其实就是有四个表 这四个表之间有各种各样的 有比较复杂的关联关系 所以说它虽然只有四个表 但是它的复杂度还是很高的 但是我们现在一开始 我们一开始只需要一个优势表就可以了 对吧 因为我们只是个用户的登录和注册 我们涉及不到用户的关系 我们也涉及到微博 我们也涉及到这个爱测什么人 恢复什么人的这种关系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建一个优势表就行了 这我说一下 就是我的这个讲话题的就是说 我们之前分了九个阶段是吧 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先讲这个登录和注册 我的节奏是我们做一个 我们就成功一个 做一个就实现一个 需要用到什么东西 我们就用什么东西 用不到我们后面再说 这样的话也会 让我们就是不管是这个技术方案 还是说我们的页面的技术方案 还是说我们加入出的技术方案 能一遍一遍的去回顾 一遍一遍的去反复的一个回顾讲解 这样加成印象 比如说这个用户的这个 就是数据表这个地方 我们用到的用的表 用到的表 我们就先见用到的表 用不到的表 我们就先不管它 这样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方式 如果我们现在 不管用到用不到 我们先不管三千二十一 先把这个 这四个表全建完 然后关系全建完 这样的话 估计大家讲的就讲乱了 对吧 因为你还没有用到 你就开始弄的这么复杂 这样的话 估计一下子就 就把大家给叫懵了 所以说我们一步一步来 这个复杂度 我们要一步一步升 我们先把第一个表给建出来 然后用到的再说 然后用到之前 我们还是要回顾 这个整个的这个 技术方案设计 整个的这个图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表 用到的表 这个比较简单了 就是ID Lid name Pasol Nikname 就是尼称 真的就是我们之前说过了 就是一个性别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 Decimal 用到Decimal Decimal是什么意思呢 Decimal它是一个 十进制数 就是它占的空间 非常非常小 就是只允许你存储 0123456789 这样 这样的比较小的数 然后 Int呢 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数 你可以存很大很大的数 因为它是个 11月的一个整数 对吧 所以可以存很大的数 然后真的就是 Decimal 就是一个比较小的数 因为我们这个性别嘛 性别我们说过 只有123 这三种情况 我们不期望它有第四种情况 也不会有第四种情况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儿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用最小的 一个推动方式就行了 绝对会满足过你的要求 没有什么副作用 因为这个性别 这个东西是一个 非常非常固定的 外界不变的东西 可能至少是几年 不会变的东西 对吧 然后Picture Picture是头像 City是城市 Questate和Update 是CircularS 帮我们自动创建的 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模型 给它建起来 其他的先不用管 这个外界关系也先不用管 什么时候用到 我们时候再说 OK 我们就直接再玩演示 好 我们之前的那个DP下面 已经有了CircularS的 这个实力的这个GS文件 还有个Sync Sync就是出去同步的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需要在下面 建一个叫猫脑的文件夹 这里面要建所有的这个模型 然后我们要新建一个user.js 就是用户模型 对吧 好 我们就开始写吧 Description 用户数据模型 Authers 上级老师 好 这里面呢 还跟之前我们建数据模型一样 我们这里顺便再回顾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CircularS的实力 给你用过来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建了 对吧 然后user 复制成CircularS.defin 然后user 我们用小写就行了 我们知道 如果用这个的话 它建的数据表将是这个 users 对吧 这个数据表 users 这个数据表将会把我们之前 演示用的这个 users这个表 给它 给它清空掉 给它替换掉 这个没有关系 反正这个表嘛 我们之前已经演示过了 也已经用完了 对吧 给它清空掉 这个也没有问题 OK 那我们还是 按照我们的 那个 上面的这个Giru方案设计 就是把每列都建一下 udername udername呢 我们给它加一个type type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 一般是用这个string类型 对吧 那我们这儿 先再停一下 再停一下 我们 我们这儿期望是把这个什么 把那个sircolise的数据类型 给它 统一一下 就是我们不想每次写都 重新演一遍 这样会麻烦的 所以说我们在db下面 我们建议叫types.js 然后这儿我们写个注释 就是 封装 sircolise 数据类型 等我写完 大家就应该就都明白了 就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把这个sircolise sircolise给 给引用进来 然后它这里面就有很多数据类型 对吧 那我们就直接给它封装一下 就写成我们自己的格式 就是不要每次用的时候都引用这个东西 挺麻烦的 比如说我们就把它到长辆里来写吧 String就是用这个sircolise.string 然后decimal 就用这个sircolise.decimal 还可能用到什么 还可能用到text对吧 因为我们微博的内容 可能会用到text 所以说我们这提前就写上 先这么写上 不过我们再来补充 然后integer对吧 就是我们有些id 就是用integer OK 就是sircolise.integer 就是整数 还可能会用到什么 就用到一个 一个布尔值 可能会用到 我突然想起来 就是布尔值 哪里要会用到布尔值呢 就是 完全写 就是我们在那个 at提到我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一个 已读和未读的地方 会用到布尔值 那个地方会用到布尔值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们就尽量写全 就是我能写到的地方 就全写上来 如果正常不够 我们后面再补 反正就是一个 封装一个汇总 就是把我们产生的 sircolise的类型 都放到这来 所以说我们 在这个user.js里面 就是这个模型里面 我们会用到哪些呢 我们一般应该会用到 这个 别考了 大些 sircolise strain 用到strain 然后呢 decimal 我们刚才说了 好 然后我们先写这两个 require tives OK 用的name type 那肯定就是strain 类型 对吧 好 大家看这么写起来 就很精简了 对吧 就比如我们直接去 引用这个sircolise 然后就sircolise dr strain 这个我觉得就精良很多 然后 alona 是否为空 也是很false 然后unique 这个我们之前没演示 unique就是唯一的意思 就是我们这一列 我们 the name 这一列 我们要求是 不能重复的 是唯一的 我们在刚才 讲演那个 用户名 注册的时候 用户名要判断 是不是存在 对吧 这是在前置的时候 判断 就是我们在网页 前置的时候 判断这个 用户名 是不是存在 如果是比如说 我们打开那个地方 用户名 是不是存在 就这个地方 用户名 是不是存在 如果说前端 没有判断 用户名 是不是存在 然后就把 这个相同的用户名 就提交给后端了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因为前端 没有判断 我们就应该 存一个相同的用户名 那肯定不是这样的 对吧 各司其职 前端管前端的 前端你负责 你的用户体 那后端 我负责我的数据安全 你负责 我数据的数据质性 对吧 即便是你前端 把这块删掉 就不去判断用户名 是不是已经存在 你就把重刷的用户名 给我传一来 我也能通过 数据库的限制 给它打回去 就是直接报错 或者说直接 提交不成功 等等这些 不会因为你前端 没有判断 就导致我数据的 一个不一致性 所以说 有一个很丁丁的笑话 就是说 做后端的人 第一个原则 就是不要相信前端 前端说什么 你不要信 你自己该怎么做 还是怎么做 前端做什么验证 你不用管他 然后做前端的人 你也不要管后端 对吧 你自己该做什么验证 你就做什么验证 对吧 你是为了提交 你前端的用户体 OK 我们写一个comment 就写一个注释吧 用户名 唯一 好 这是用户名 对吧 然后 password是什么 就是密码呗 密码的也是这个 screen类型 然后alone 也是false 然后comment 我们写一个密码 其实这个不写也可以 对吧 password大家都知道 什么意思 nickname 这个我们也写一个strength 然后alone alone alone false 这个nickname 我觉得alone 可以不写false 这个我们要不 就这么写了吧 就你称也不能为空 这个看自己的情况 然后comment 等于什么 等于称 OK 接下来是什么 是真的 就是性别 对吧 性别 type 等于什么 等于 decimal 我们刚才说过 就是 平常少的存储 alone 等于false 再往下 再往下 这个comment 性别 性别我们 写个注释吧 一是男性 二是女性 三是保密 OK 这样就行了 然后还有一个 我们写一个defaultvalue defaultvalue之前也没讲 我们简单说一下 很简单 就是默认值 就这个 真的之后 如果它不传的话 什么都不传的话 默认值就是 三 就是保密就行了 对吧 我们没法默认男 也没法默认女 只能默认保密 再往下picture picture是 那个头像 对吧 头像strain 头像为什么要分 存stream 类型呢 就是没做过这块 同学可能 不知道 就是这种图片 这种东西 存stream 一般是存它的 url连接 就我们的图片 上传之后 保存在一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 通过一个url连接 可以访问到 然后就把这个url连接 存到这个picture 这个字带里面来 好 可以注视一下 头像 然后存的是图片地址 还有city city 城市 诶 写错了 城市 OK 这样的话 我们就 这几个就和我们 设计方案里面 这几个就对应起来了 像ID 像creted ads 和upcreted ads 这也都不用写 这我们直接介绍过 好 我们写完之后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输入出去 这一步不要忘掉 好 输入出去 然后输入出去之后呢 因为我们这个模拟下面 可能还会建很多的模型 所以我们建一个index 一个入口文件 一个入口文件 同理我们要写个注释 就是数据模型 入口文件 好 这儿写上你自己的名字 然后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什么 只有一个udel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就 那肯定就把这个udel给放上去了 然后model.xbox 我们输出的时候 直接就输出一个udel就好了 OK 好 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数据模型给建完了 对吧 建完之后 我们还要打开我们这个sync sync就是同步的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呢 我们之前没有引用这个model 所以说我们要减开注释 然后引用这个model 下方这个index 就因为我们要同步网友 我们要知道这个 我们要引用哪些模型 对吧 这里面已经有一个udel模型了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引过来 然后同步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个数据给传过去 对吧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可以执行一下 这个尝试一下做一个同步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数据同步过去 我们先把服务关掉 node.src.db.sync.js 报错了 报错了 因为它 你看 我说过它要删除那个什么 那我们打开数据看一下 它要先删除这个优势 然后再重新创建 对吧 然后报错了 它的意思是说 不能删除这个优势这个表 因为它有一个外件 有一个外件关联 和这个blocks表有关联关联 所以说 因为blocks表 我们现在还有数据对吧 blocks表还有数据 还有数据关联到这个优势的表中 所以说不能删除 那我们可以始终把它删吧 我们先把这个blocks删掉 好 blocks删掉之后 我们再去删 这个时候去执行 我觉得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OK 没有问题了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再去 blocks 我们先不要紧 好 看一下优势的表中 有了什么 有了这个 Jinder 就这个 性别 Picture City 都有了 对吧 就证明是我们 17年代 我们之前演示的时候 没有这三里 OK 那这样的话 就是数据模型都已经建完了 数据模型建完之后 我们 而且数据库也已经同步了 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关掉它 然后去做 其他的一些功能 多数据模型建讯 这些功能建议 感谢观看